整编人寒神雷动 江小姐录下这一幕 让先生听听自己的打呼声 后来做了居家睡眠检测 原来先生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 医师建议是用正压呼吸器治疗后 黄先生睡觉不再打寒 改善了睡眠品质 整个人也更有精力 基本上就是即使是觉得睡满 就觉得我已经睡了八个小时了 可是醒来还是觉得很疲倦 然后一直打哈欠 我们试用那个礼拜 他都维持在那种精神状况 很好的情形 所以其实晚上睡觉 也变得安静很多 就只听得到他呼吸的声音 不会有打呼的声音 所以连带我自己也睡得比较好一些 传统的睡眠检测在睡眠中心睡 居家睡眠检测 他可以在家里自己睡 家里的环境比较熟悉 睡的一个品质会相对来讲比较好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他可能也许不需要 等睡眠中心的检查 等这么久的时间 他可以比较早一点做到这样的检查 一项针对八千五百位 居家睡眠检测者的统计发现 百分之七十二的人 有不同程度的睡眠呼吸中止症 其中四百位呼吸中止指数 大于五的受访者中 超过八成没有接受治疗或持续治疗 显示民众相当缺乏病史感 这个疾病是慢慢形成的 所以它是属于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模式 他的家人会觉得说这样的睡眠 遭受到极大的干扰 他会对自己精神不佳 对自己的工作或交通 造成很大的困扰的时候 他才会寻求就医 年长者 肥胖者 都是睡眠呼吸中止症高风险群 鼻子下巴和脖子构造也都有影响 特别是薄围超过四十公分 更要注意 因为一直缺氧你就会醒过来醒过来 一直没有办法好好休息 在心肌梗色方面风险大概是五倍左右 另外全身可能也会有一些高血压的变化 这个风险大概是正常人的大概2.9倍 脑血管方面的风险 中风大概资料统计起来大概接近是1.6倍 那主要三个治疗的方式呢 目前是有呼吸器 开刀跟止碳牙套 这三种方式 那这三种里面呢 标准首选的治疗方式 如果是阻塞型的呼吸中止症 还是以睡眠呼吸器当作是治疗首要的一个选择 睡眠呼吸中止症 临床症状包括打寒 多尿 睡觉时呼吸暂停 浅眠 白天注意力不集中 头痛及试睡等等 医师呼吁民众应及早诊断 全能治疗 长期追踪 睡得更好 自己和家人都会更健康 记者田文森台北采访报道